哈喽大家好我是伟哥 自从拿了这个昆孙女的皮肤 还没有拿她来正式打过几场比赛 所以说今天就来一把 单挑模式 然后碰到对方的一个马可波罗 可以这么说 昆孙女的射手单挑里面 估计应该就是昆孙女比较厉害 因为她的位移能力比较强 然后二技能可以抵挡伤害 我们看她的二技能可以直接把 马可波罗射出来的那个攻击 直接抵消掉 然后大招 大招还带着控能效果 我这边一个大招刚才是 瞬间飞过来 对方的马可波罗 连那个准备都没准备好 直接被我秒杀 收割了一个人头 这是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也是最后一回合 她的那个GP 对我打的就剩一丝血 我故意留一丝血 就是为了来嘲讽她的 证明 我这个公孙女的皮肤没有白买 公孙女打她后期 伤害高起来 大家都在后期的话 射手都同样是射手 在后期的话 公孙女绝对会比其他射手好很多 一个二技能 把那个马可波罗的一技能 全部抵消 把你使用一个飞过来 直接秒杀 然后顺带 要把她的肩金也抵杀 其实不错啊 非常利 大家觉得射手里面 是不是就昆盛女厉害 欢迎大家时间停留留言 那我们下次再见